中华白海豚 是中国的一级保护动物 被列入并为野生动植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 极为珍贵 在中国 中华白海豚 主要分布在东南部沿海 据文献记载 最为可达长江口 向南沿伸至广东沿岸河口海域 但根据最近十几年的调查资料 中华白海豚 在中国分布集中的区域 仅有两个 一个是厦门的九龙江口 另一个就是在珠江口海域 中国政府在珠江口 设立了中华白海豚 国家级保护区 然而 具有中国国家战略意义的 港珠澳大桥的建设 将会给珠江口 中华白海豚的保护 带来不小的挑战 港珠澳大桥 链接粤港澳三顶 穿越白海豚保护区 约20公里 穿越保护区核心区域 约9公里 工程共设计 保护区海域 约29平方公里 如何既保证大桥建设 又保护白海豚 栖西西海域不被破坏 工程部门做出了不少的努力 除了在施工方案 和施工技术上 有所改进外 最大的创举 就是首开中国先例的 白海豚观察港 所有的观察员 都必须经过专业的 白海豚保护的培训和考试 取得职业资格证后才能上岗 观察员的职责 是在施工前 以及施工过程中 观察施工区域内的 白海豚活动情况 一旦发现有白海豚出没 就会以500米内停工观察 500米以外施工减速的准则来处理 在施工过程中 工程人员采用打装船施打 液压锤沉装等方式 以减少噪音 对白海豚和其他海洋生物的影响 合理安排工期 也是一项对白海豚保护 极为负责的措施 4-8月是白海豚繁殖的高峰期 在这段时间 工程部门就会避免 进行大规模输菌 开挖等容易产生 大量悬浮物的作业 即便开展产生 大量悬浮物的作业 工程部门也会尽量 采用污染较小的抓斗船 输菌施工 以相对均衡的工作安排 避免集中高强度施工 减少对白海豚的不利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